汝汐鑽 冷氣! 請你了解一下狀況是什麼樣啊 我也不了解狀況 我也是一樣看新聞啦 對啊 我也是看新聞 所以 我本來也要來練習啦 然後 我是來看狀況 然後請那個 我們那個公班趕快來修這樣子 那你那是他嗎?對這個有印象嗎? 我對這個人有印象 他在...因為我剛剛...我律師嘛 然後警察...然後很多這個...就是給我看 但我相信這個東西喔 他有一個預謀啦 他這個手法...他那個就是兩年前 他有出現在我三重館 如果你們各位那時候有報新聞 你們去翻就知道了 然後那時候他是因為 那時候我們三重館被侵占嘛 被那個股東他們拿走 結果他們跟會員不是吵架嗎? 然後他就是在櫃台 他的人就是... 就是那一邊的兄弟派過來的人 那邊的股東叫兄弟來 看店就對了 然後跟我肺炎發生衝突 我對這個人認識就到那裡而已 那兩年前 那這個...他...他... 今天我看到新聞 你們台有去訪問到說 我覺得這是預謀犯案啦 有去訪問到說其他人 有去訪問到...好像有一個人吧 說他是他弟還是什麼的 對...然後他說他什麼...臨時起義嘛 臨時起義嘛 然後說他什麼...沒有 我跟大家報個料 我們剛剛查了 這個跟那個保額會開槍一模一樣 他是一模一樣的架構 他是先到我...九月初的時候 人在三重 去加會員 然後...我們都有留LINE 他直接說要找我 所以一模一樣啦 跟那個保額會上次還開槍那個...一模一樣的方式 因為上次保額會開槍那個也要找我 然後我還讓他找到 他說他是...我的粉絲要跟我拍個照 對...要跟我拍個照片 然後拍完照之後...三天之後就開槍了 對... 因為好像已經不只一次都是說什麼 你洩漏他們的個資 所以他們... 沒有...哪有個資...哪有個資... 因為他那個乾爹就受訪說 所以觀眾你兩年前直播的時候 我怎麼...問題比較很好笑 我怎麼會有他的個資 那個直播我都留在我的YouTube上面 大家可以去翻 那記者那時候也有去報 那時候你們都拍到嘛 兩邊在叫啊...罵啊... 會員跟他們親戰的那一方有沒有 兩年前新聞很大 這個...很多人都有印象啦 我都...常看我的台人也一定都有印象 就是好像那種直播說...上面直接說那個 陳氏姊犯他自己有補強報的案例啊等等 欸...對...因為...因為他就是...哪有...你看... 我們也是...我們也是...一模一樣嘛 看他那個...新聞 我拿...我個資...我哪有他的個資 那他這個說法不就是跟...一模一樣嗎 保護會那個也是一樣嘛 他那時候來也是...先跟我拍照對不對 然後三天後...我走出來的時候他就吵架 跟會員...跟我們的教練吵架 我就問我們教練說什麼時候 我說...我們教練就...我不知道喔 他忽然大聲罵我 那我就說...先生什麼事嗎 然後他就...說...沒有啦...我來這邊消費很不爽啦 沒關係...給我走著瞧... 我們都莫名其妙...他就是自己在那邊生氣 然後他...去浴室拿包包...就走了... 後天...欸...過一兩天就來開槍了 他就是...一定要有一個爭端 那他今天他不是當...那個什麼...他採訪說他臨時期 下班的時候...他不是在學那個台中嗎 就是他說下班的時候看到撞進來 他是說他臨時嘛...覺得很不爽嘛 那這個不就是...所有人...現在反正... 我是覺得我們新北井...徵班的能力很強啦 因為後來市長在帶領 那這個東西我相信我們的新北...行大 剛剛很多長官也很關心我...電話都有來 因為我們警戒認識蠻多朋友...長期有...去支持他們嘛 那...他們也都說他們在場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沒有這麼單純 那其實現在社會就是這樣子啦 反正...反正就是這樣子嘛...都這一套嘛 這一套幾乎都是... 反正你花錢...然後叫人家來做 這個就是一套版本 這個就是走到哪裡都一樣啦 有沒有...打你一巴掌 因為我看你不爽喔 我砸你的店啦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我看到這個東西我還是覺得... 這個是模仿飯 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是這樣 那其實我們出來... 在這個社會露我臉已經十一年 我也不是沒遇過 上次還差點掛掉啦 所以這個我就覺得都還好 有可能被推進金華是暗桌的嗎 沒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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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了 但是你說到後面的真正意圖是什麼 還是要靠警方去查 因為我現在講什麼 我又不是他的... 我又不是這些爭論節目的名嘴 我跟大家打包票 有在看直播的 你們剛好在開嘛 今天晚上一定各爭論節目都講了很多故事 一定會有很多故事出來 又怎麼又怎麼人 結果那時候開槍一模一樣 就沒什麼 那這個東西還是要靠警方他們去查 他們才知道 因為他後面肯定有人嘛 你沒事會來做這件事情這麼冒險 沒有人會做這件事情這麼冒險 來開車來撞 我再次重申喔 這個東西這是出路頭 我希望我們的新北檢 要重視這個案件 你看這是出路頭 等一下又撞死人了 跟台中那個一樣 我覺得這個不能侵犯啦 那後面一定有人啦 那希望我們的新北檢 跟我們的... 呃...刑大 能幫忙 要查出來 這個社會不能這個... 我想你可以看我不爽 我講一句實在話 大家都會看誰不爽 在這個網路社會上 現在已經是網路社會了 現在已經是網路社會了 現在不是一般社會 網路太發達了 你看我不爽 我看你不爽 那台灣是個民主社會嘛 你可以批評我 我可以批評你 這個叫做 無論是你把它稱作政治也好 或是台灣的民主也好 但是現在漸天變成 大家都要搞這一套 我就覺得這個就很下山爛 很下山爛啦 那我沒差 我掛了都沒差 我知道我只不過講了一百次 對不對 又不是沒掛過 我還在這個世界上很辛苦 這個陳賢先生 一年四月的時候 有對你進行舉報 現在還在堅持很難 為什麼他是不順口 不順口不順才來砸店啊 不是 這個東西我跟你講 我連我的律師都沒跟我講 可能是 到北檢那邊呢 新北檢那邊 他們認為這個太嚇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告的人超多人 我真不知道 我跟你講 告我的人超級多啦 而且都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告我 比如講說他覺得看我的直播啊 他被性騷擾 就各種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告 所以新北檢一定會常收到嘛 那收到之後就會 可能就 我這邊都沒通知 他直接就 覺得你這個理由太嚇了就打掉了 不然檢察官類似喔 不然法官類似喔 曾經開我的庭 一個月不知道開一百庭去 很多人告我啦 所以我覺得他無論做什麼動作 這個人無論做什麼動作 在我認為眼裡 這個絕對不單純 他都是有預謀嘛 現在做得越來越細嘛 我先知道爭端 然後再怎麼樣嘛 你看我不爽 不知道我問你 這世界上那麼多人看人不爽 你們各位有不爽的人吧 一定有吧 沒有舉手 你為什麼不開車撞他 不是你懂我意思嗎 你為什麼不開車去撞他 那莫名其妙喔 你看我已經 台中也是什麼來送履歷的 那個真的是 我覺得 我覺得啦 我覺得 這個社會就是現在變成這樣子 我也沒辦法 所以不排除說 後面有可能政界的成本在 這後面肯定有人 這個人是腳頭耶 你們會掉到資料 這個人是混兄弟的耶 就跟保和會那個 人家警方一撞XX 全部都前科 全部都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正常腦袋的人 你不會幹這種事 這樣腦袋的人會拿槍殺人家嗎 這樣腦袋的人會 會這樣撞嗎 這 肯定是拿錢辦事嘛 這百分之百 這個就靠我們的新北警 跟我們的警方一定 看他怎麼查 那如果說他是 真的這樣要結案 那我也沒辦法 司法不是我們控制的 那就是大家 可能我比較衰 那我生意 我說實在話 不用再什麼糾紛 我跟任何人都沒糾紛 我永遠都在上班嘛 各位每天可以看我直播 我這麼多公司要管 我這麼多事情要處理 我每天都很忙 我沒空跟他糾紛 糾紛就是 一定是直播上的 那直播上你說真的要糾紛 那些政論節目的名嘴出去 每個都要被車撞 他每天都在製造仇恨耶 大家都要被撞不是嗎 藍的撞綠的 綠的撞藍的 討厭白的撞白的 擺的 擺的現在也有啊 也有很多在做YouTube啊 我覺得這個社會 如果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不單純 因為有目標比較大 好 各位辛苦了 我現在會練習 OK 不要進了 不要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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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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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